歡迎來到科技大音家 我是盈廷 常常聽到我們在分享露營 要嘛就是把車子跑一半 然後前面坐這個露營拖車 後面也拖了一台車 這個叫做熱血操控風 要嘛就是雄帳或者是配備斧頭 全部都買好買滿 甚至多買好幾套 這叫虛化風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新手露營一次就成功風 像我露營的次數不到五次 但是我每次都很開心 我有一個祕密武器就是 我就跟那個很會露營的人就好了 但是我也偷偷進步囉 今天我們有一些小撇步 讓你自己準備一下 第一次露營就能夠成功嗎 趕快來介紹今天加入我的露友們 首先有請Jack 帳篷睡袋挑得好 睡覺沒煩惱 而且呢 還有很多的祕密武器 等一下一個個的看 還有歡迎Eddie哥 開車上路怎麼選車才重要 還有就是不要跟到張乃琳 祕密武器要帶好 吃飯取奶恰恰好 而且我今天的祕密武器也帶來了 就是像我這種不會準備食材 也不會做菜的 我就找一個私廚加入我們 歡迎Victor 食材帶得好 精緻好吃像飯店 我在露營也可以像飯店嗎 告訴大家絕對做得到 有一些小小的方法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話說最近天氣這麼冷 還真很多人在露營 而且我看他們露營 每個人的照片都讓我好想跟 最近的露營 而且是第一次新手露營 或者是前幾次的露營的新手 有沒有什麼要介意的 Jack 像有一些傻傻的家 我這種就跟著你的後面就好了 那如果是真的從來沒露營過 你給大家什麼建議 其實一般來講 如果說新手開始露營的話 最簡單的一個就是 先從人家搭好的帳篷旅館 這種模式 你只要拖著行李走進去 這樣就好了 那另外一種比較有一些 實驗精神的 就是自己租了帳篷 到了現場 就把它搭起來 那搭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去了解說 你露營它會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那露營其實最主要就是要讓你能夠了解 能夠習慣戶外 種種生活的一些小小的不方便 但是你能夠親近大自然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像我會選那種直接入住的 就是在露營區裡面也有飯店 而且這樣是很不爭氣 但是我也有參與到一大部分的露營 我下一次我就會更進步 像張璃婷這個我每次都不長進的 就是跟著人家拿個碗跟人家要東西吃 沒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第一次露營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你要培養一個興趣 第一次如果失敗的話 你以後就不會有興趣 對 剛剛Jack說的很好 就是你要習慣那個不方便一些蚊蟲 甚至走獸 現在是算比較 走獸 雖然 雖然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說 你的地方一定要慎選 就是說你第一次露營不要找那種 真的很偏僻的地方 到時候叫天地不應你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叫做一個厚臉皮 這個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是 我知道 譬如說我旁邊 我沒有準備很多的東西 或我準備不夠 零食 我就想 不知道這個木炭可不可以借一點 沒問題 沒問題 我木炭就有了對不對 然後在那邊說 不好意思我泡麵 那個沒有熱水 然後通常講到這裡人家說 吃泡麵喔 不要了啦 我這邊有一些 你心情好重喔 我以為你只是借熱水 沒有 你是去借飯 沒有 他如果還真的 真的只借我熱水的話 我跟你講 下次我就借蛋 然後借蛋他還不了的話 再借 越借越多 通常借一借 他要嘛就是搬走 不然就是整套就是歡迎你過來 一起來搭火 其實我覺得露營現在 因為大部分的營區都很完善 這種情況是比較少 但是我要回到說 你第一次露營的時候 我想說我第一次露營 真的會有一些小小小的插曲發生 所以不要找太遠的地方 那這個離城市或收訊訊號 有的地方我覺得會比較安全 對 就是有時候會叫掌眼鏡 你要說我困住了或幹嘛 可以去救你一下 至少你可以找得到人 然後Victor有在露營喔 對不對 對 你露多久啦 我大概五年了 五年 比我久很多 對啊 五年 那你第一次露 是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我本身是做私人外匯這方面 然後就有一次呢 我剛好有一個客人 他們就約我說 他們要一個露營的主題的私處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參加過一次之後 就有一天晚餐結束之後 他就約我去露營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那我要帶什麼東西 那一次真的是讓我 還好我算是 還算是很自在的人 他說你帶個瑜伽墊跟毯子就好了 真的喔 對 這是裝備比張乃婷還精簡耶 這是戴個厚臉皮而已啦 那我是當然負責吃的 可是那天睡得真的 睡時是不舒服 整個晚上都是背部 那個腳底按摩類似這樣 對 但是因為那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露營的那種 就是風景啊各方面 我覺得是很療癒的 就這樣愛上了 對 氣氛真的很好 記得我前幾次露營 有一次是陳和煌先生約我 我們去南部南台灣鹿兒島 我說那我要帶什麼 他說帶個碗 帶個碗 我就真的只帶我玩 後來我們同行的朋友就說 不要只帶我玩這樣 對別人家不好意思 至少裝個樣子帶個瓦斯爐 去問人家說要不要來考個東西什麼 總是有事情忙 也好玩 醋鼻醋鼻的 那Eddie跟你其實也有在露營喔 那個其實資歷比較早 因為我是童軍 所以童軍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露營是很一般的事情 那回想在大概20年前的露營 跟現在其實差異很大 因為一般以前的露營就是 傳統的烤麵包加吐司就結束了 了不起烤個香腸 對 現在整套的飯店式的海鮮魚肉 或者是牛排直接上桌 還有松露 對 現在的這個應該說 豐盛度跟以前是差異很大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你可以享受到不同層次的 這個露營的豐盛 像我們其實去國外露營 我們有在美國露營的經驗 對 這個吃跟台灣真是沒得比 所以我們的露營可以 因為它是生活 所以它一切講求簡便 對 但是台灣是我們去享受 這個所謂自然的延伸 跟我們樂趣的延伸 所以我們會有酒 品酒 晚上嘛 沒什麼事大家喝酒聊聊天 再來就是美食 因為把這個東西延伸 應該吃是一件樂趣的事情 對 吃得好吃得開心 在露營的過程中也會 應該說讓精神更振奮 所以我們這個整套的 所謂台灣式的露營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 應該說世界上 比較難看到的一個標準 真的 我就偷偷瞄到 你這裡還有這個什麼 福斯原廠的汽車麵通心本 這個煮義大利麵 也是方便的事情 對 主要熱水 然後再來這樣 這個是小朋友喜歡的 因為小朋友在戶外 會跑來跑去 不太願意回來吃 所以有這種比較趣味的 義大利麵 他們會回來吃 我就買一個大聲公 對人媽 注意媽媽煮了 車車的通心本 對 趕快有奶油 有焗烤 大家就過來了 是 沒錯 連這個都要買到這樣子了 其實是小小巧思 但是很好玩 大家一起就會非常好玩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講了 帳篷選得好 你一定睡覺沒煩惱 可是Jack 那個帳篷很多種 你不要給我喜劃路線的 我是第一次錄影的新手 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說 從最簡單的一個帳篷 我後面這個 對 這種就單純 我們就是以睡覺 遮風 擋雨 這是睡障嗎 對 因為它裡面就是 可以睡兩個人 這樣子打開 可以睡兩個人 雙人障 其實還蠻大的 對 它的尺寸大概有150X210 所以兩個人在睡覺 其實是很舒服的 對 那你兩邊放下來 其實可以擋雨 可以擋雨的 然後可以遮風 就這樣收起來了 然後裡面真的是很大 我就進來了 接下來的節目 各位就自己努力了 我們就睡一覺了 裡面好大喔 真的是可以躺耶 實際在裡面你會覺得 它的空間感是還不錯 可以打滾耶 可以這樣滾來滾去 這個是睡障 比較簡單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屬於 像一房一廳 一房一廳的話大概 它收起來的體積 就會是這麼大 但是重量來講的話 因為它這個大概17公斤 其實是還OK的 然後再來一個是 那是一房一廳的 對 那一房一廳的話 主要就是說我們可以出來 然後有個像我們現在外面 這樣一個客廳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比較 多一點點雞花路線的 這個是雙風 雙風障 雙風障 對 那雙風障的話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那照片就是這樣 對 我們的照片來講 它起來其實你可以做一些造型變化 對 那其他的就是睡袋 睡袋 你要體積大的 體積小的 就是不同 對 就是這樣 可是你這樣說起來 我還可以帶兩個帳 然後帶一堆這種小睡袋 然後我還其實不是很佔空間 它收納起來這麼方便喔 對 你看就這樣而已耶 對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小帳 小帳 就是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一般帳這樣子 對 然後就放在這上面就可以拖著走了 對 一下車從車上這樣拿下來 你從車上拿下來 然後這樣擺著 嗯 其實你就是可以 小case嘛 就直接這樣拉著就可以走了 就可以來一個空解封了 可以 開始 這機箱 真的在營地比較好用 這是很好用的 那如果我要選的話 剛剛這樣說起來 至少我們大概很粗略的分 都有四種了嘛 那我如果新手的話 是不是下午這種睡葬 其實最適合新手 對 因為這個搭應該也很壞 單純因為新手的話 其實我們都比較建議就是說 跟著有經驗的人出去 他會有桌子 他會有煮飯的器具 所以你真的只是 這個就有人會給 然後我還有沙發坐 你看看我 我不是椅子 我是沙發椅耶 你真的只要帶著一個碗 一個一雙筷子 然後準備好自己睡覺的 跟睡袋 這樣其實你就可以 出去感受你戶外的那種 種種種的一些小小的不方便 然後去享受大自然 其實是這樣 而且你有那種隨身包包嘛 對對對 就這樣 我看看 這麼小喔 像我自己出去 其實 我就會準備裡面 有瓦斯罐 有杯子 可以跟人家要飲料啊 或加熱啊 有燈 燈 這是燈喔 對 LED的 LED燈耶 那小小的 然後 煮飯 我有爐子 好小的爐子喔 對 我有個爐子 快速爐 這煮咖啡啦 煮熱水 快速爐 很方便的 等一下你那小小的一個盒子 裡面抓這麼多東西耶 對 然後我還有 刀叉 刀叉 叉子跟湯匙 你現在就一個人出去 這樣就OK 咖啡 然後這個是 煮東西的 又可以 又可以煮 然後這個就是 擋風板 風太大的時候 一定要 因為火會被風吹 放起來 所以它折的 然後這個是 它桌子 太燒焦 太熱 你可以煮泡麵 你看最簡單的蛋跟泡麵 加這個 當然要什麼蛋 要什麼泡麵 就全部都在這裡了 所以下次我只要拿 那個Jack的那個隨身包就好 一個小小的 像便當盒大小 對 小朋友的便當盒大小 對 就全部東西都有了 對 然後你的帳篷這樣拖 那你出去很輕便耶 很輕便 其實我夾一個箱子 對 像現在那個爐子底下這個箱子 其實我就是放在裡面 包含睡袋 包含帳篷 包含墊子 其實就本來你沒有一箱 洗車可以出去 哇賽 經典成這樣 那第一次露營帶這一包幾乎什麼都有啦 那張萊廷 那你就沒有必要再跟任何人借任何東西了對不對 剛剛那個Eddie講到童軍 我小時候也是童軍 你知道我們搭的帳篷是怎樣嗎 怎樣呢 中間還有柱子 對 所以你說我們 我應該那時候是國小嘛 搭的那個八人帳 幾十六個人 中間那根柱子 下面是有座的 睡姿不好 整個帳篷會倒下 但是你看看現在的帳篷 你看我搭這個 跟Jack帶來的這個 比較不一樣 我那是更簡便 就是一個交叉十字 所以它搭起來的速度更快 然後收起來也很輕便 我那個也是四人帳 這個四人帳 這個四人帳 等於說它給我 就是說你到露營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它是以最輕便的方式 但是你不要忘記 雖然寫四人帳 裡面睡兩個人其實是比較舒服 對 它都會把那個人數擴大一倍 我剛剛在雙人帳裡面就可以打滾啊 對 你注意看它的尺寸嗎 兩百一一百五 就跟台灣的這個床墊尺寸差不多 對 所以我這樣搭好的時間是很短的 但是我覺得露營喔 我是有一個秘密武器啊 你有秘密武器 對 一定露營一定要看 你不要跟我拿什麼鐵杯鐵便當啊 我跟你講你講到這一個 上次我記得露營分享的時候 我說用鐵杯鐵盤對不對 結果我到我人家樓下魯金行買 漲價 本來賣九十九塊的 現在賣九十九點五 都看 好啦 我今天帶一個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我露營一定要帶的 什麼東西 各位觀眾 蛤 女朋友 她不進 她慢半拍啊 她真是的 你Q人家女朋友她不進來 沒有啦 我說亂喊的 其實這個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你幹嘛還帶炒菜盆啊 什麼炒菜盆 這個叫火盆 什麼火盆 火盆 蛤 就是生火用的 你拿這個生火 前面有一個也類似 差不多嘛 誰跟你類似 大家比較看看 等一下 我們前面這裡有生一個火盆 有沒有看到 那是真的 其實這一個 人家是自帶火暖 我跟你講 其實第一次露營 我都建議大家比較客難一點 就是說你不要去準備那麼多東西 你先習慣 這個東西有什麼好處 我跟你講 取水可以當水盆 煮東西沒問題 再來的話生火 你看那個是取暖燈嗎 對 你在這邊生火的時候放著也可以取暖 你不要以為這個鑄鐵鍋 這個洗一洗啊 其實它還是乾淨的 你不要怕那個火越旺真的越好 我跟你講這個是有故事 有感情 又有故事 我記得我小時候 這個年輕的時候 當童軍的時候 這個 有露營之好處就是什麼 你失戀的時候 你一個人到野外去 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就看這個 是不是這個寧靜可以把你的悲傷帶著 你知道那時候 露營 你只能看著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只有看著天空 淚水才不會從眼睛裡流下來 所以那時候就會 看什麼 星象 八十八個星座 就是那時候背起孩子 你少來了 講火盆 你講什麼星座 那有關係 但是你知道 這樣看著天空對不對 流星一次一次的化過 淚水是一次一次的潰體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火盆就有用了 他還搭醒你 不是 你這時候你只要生火 放在這邊對不對 它可以烤乾你的眼淚 你不要每次看 我們要把你的部分剪掉 浪費我們後製時間 沒有啦 這是開玩笑的啦 就是說你生火的時候 第一可以取暖 野外的時候 通常我們這樣臨時出去 像你說睡這個帶棉被 對 這就是沒露營 會濕 那個露氣很重 對 尤其地氣很重 所以啊 你生一個火可以取暖 第二 蛆蟲 為什麼呢 有煙嘛 所以我在掉眼淚的時候 不一定是失戀 是被煙燻的 煙可以蛆蟲 好 再來呢 烤東西 很好用 真的 你就這樣插著 這是以前聞銅菌的時候 都這樣 所以真的我看何黃哥真的是這樣子 他就是用夾子夾著一個吐司 然後這樣子 上面沾點奶油開始這樣涼麵 脆脆的好好吃喔 跟你們用鐵盤烤的什麼 跟火直接 這個明火直接接觸的那個味道 是完全不一樣 這跟那個烤乳豬的方式是一樣 所以我比較推薦用火盆取代 所謂的這個燒烤架 對 所以火盆是我今天帶來給大家的秘密武器 就是大家酌情參考好不好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沒有高級的喔 高級 不是炒菜盆 鑄鐵的喔 如果你真的在外面不要太委屈的話 一定要帶 不要帶張軟婷 一定要帶Victor 因為光看Victor 桌前的擺飾 就覺得這一趟走他就對了 Victor 你今天有要帶 帶我們認識什麼樣的食材嗎 其實我覺得露營來說 假設我們一般來說 可能是三天兩夜 那我們先吃的東西就是海鮮 然後順序是這樣的 海鮮 雞 豬 牛 因為海鮮一定要趁新鮮 那然後雞呢 雞也就是說我們雞 其實一定要是吃全熟嘛 雞跟豬一定要全熟 所以說你對順序吃起來到第一 禮拜六晚上應該是重頭戲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吃牛 對 那你中午的時候你時間比較鬆散嘛 對那你就可以用雞或是豬這樣子 順序這樣子大概是這樣 我先從簡單吃的啦 像那個Eddie哥你露營簡單吃 大概都吃什麼東西 我們簡單吃喔 其實原始的就是泡麵加蛋 但是 你真的是泡麵加蛋 因為其實就是因為圖個便利嘛 你不要準備太多東西 但是我知道現在很多人都會儲備很多 有時候看營地 如果營地它有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冰箱的設備 它其實就很方便 所以其實你是利用這個營地的設備 當然你自己帶儲必桶也可以 只是說你搞清楚這個營地所提供的硬體設施 它會讓整個所謂你帶的東西可以有一個延伸 像我那時候就帶這個冷凍水餃 那也是方便 冷凍水餃是個方法 所以水有滾就可以吃啊對不對 那要帶冰桶好累喔 不會啦 冰桶是標準啦 冰桶一定是標準帶 這個沒有其他的 我跟你講 泡麵跟蛋被講掉 你能講什麼 笑死人 我告訴大家 我這個人就是隨性的 你吃什麼 我就吃什麼 我吃什麼 你 泡臉被來講我 沒有 我第一喔 我帶的東西就是說 我不會像這個Eddie帶冰桶的複雜 我帶一些比較不容易壞掉的東西 就是乾糧 簡稱泡麵 沒有 花籽麵 對啊 其實就是帶一些譬如說醃漬的 像香腸 它也比較不容易 你吊著喔 對不對 比較簡單一點 對 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它比較不容易壞 那你料理起來也比較不容易吃壞肚子 對 像海鮮 雞肉 它是快手 但是它很容易變直 所以我盡量不帶這樣子的東西 對 我會帶醃漬餅 或者是乾糧 對 好 等一下Victor要教我們變成露營營區的萬人迷喔 那Jack你都怎麼吃 去露營的時候 我們出去 原則上就是 松露啊 牛排啊 那個松露倒沒有 牛排就是可能就烤那種戰斧啊 然後我是烤羊小排 對 然後還有吃關東煮 對 然後就是 我那個爐子就是 對 我爐子就是 一邊是關東煮 一邊是燒烤 所以你就是 有人要喝湯的 就關東煮開好 然後燒烤就在這邊 然後旁邊就擺一個小桌子 就是 起來了之後開始切 切好之後擺盤上去這樣子 對 對 那這樣聽起來好像也都沒有很難嘛 但是現在那個Victor教我們很簡單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變成露營營區的萬人迷了 你現在拿這是什麼秘密武器 好 那我其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如果你家裡 有那種食物真空機 我覺得自己很好的東西 就是 其實像我自己 像比如說做活動或怎麼樣 那比如說我們買一些食材 那有些邊邊角角 我都收集起來 那所以你就可以占空間 就是省空間 而且你可以保鮮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有些東西是已經是熟的東西 而且你還可以 隔水加熱 像這種食品級的那個保鮮袋 大概到120度 那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然後我現在是 我們今天主題就是下酒菜 我們到營地的時間 大部分都是中午以後 有時候是你去之前先吃 有時候只是應該做點心 然後有個麵包跟配菜 吃一下 因為你可能還要準備搭帳 還有開始準備這個晚上吃的重頭戲 所以你到達的時間 跟你準備的東西有相關 有人說到了很餓 我就吃一頓大餐 結果你晚上吃不動 對啊 所以其實是一種搭配 你到達的時間 你要做的事情 有經驗的人就是 先簡單吃一下 有層次的喔 或者是搭好了帳篷以後 先來大家聚會聊一下 然後休息一下以後 開始可能五點四點半 開始準備晚餐 六點大家就可以吃 吃完大家有小孩子 玩小孩子的 大人就可以 繼續酒精心的飲料聊天 所以這是有一個應該說 這是最經濟的搭配的時間的運作 因為我們當初在約Vector的時候 要跟他說我是有心機的出發點 就是我希望我變成露營營區的萬人迷 所以你想想看在旁邊像Jack的這種 很那種灰汗淋漓在那裡搭帳篷 然後好不然搭完之後就說來吧 你看我準備的這一桌 其實我們事前的準備 沒有很複雜對不對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說 有些我們平常不會看到的罐頭 那怎麼樣讓罐頭端出來 就大概會有哇 就像你說的就是 我要心機 對有萬人迷的效果 對對對 然後我今天帶這東西還蠻特別 我在超市看到 它這個是活體芝麻葉 要吃到這麼輕喔 好新鮮喔 所以你如果是去兩三天 怕它乾掉的話 你可以用這樣子 那首先呢 我們增加一點味道 我今天用的這個是屬於這種 喬巴達麵包 喬巴達水分比較高 那所以它會有那個比較軟一點 那我們就是把那個蒜頭切一半 然後剖面呢 我們就塗一塗 它其實就會有蒜頭的味道 好過分喔 你這樣就有香味了耶 我就想靠過去 想把張乃婷踢走 那如果說呢 你就是 你想要更有滋味的話 很香喔 你可以把那個 這個放在那個乾鍋上面 對乾鍋上面去加熱一下 好 再來磨 再來磨 暖爐也可以 你暖爐有拿來這樣烤嗎 現在可以啊 你是認真的嗎 嗯 但是你不能朝上 你只是說 可以讓它上去的話 靠著旁邊 借你靠 對 好我們這個 暖爐旁邊 這個稍微 如果我們也有夾子 我現在拿一個 對 反正也不會有人要借張還行的火爐 你不要 這火爐 這個你要用鑄鐵鍋 像你不沾鍋其實是 鑄鐵鍋 所以我說這個 高級的是會生鏽 鐵一定會生鏽 但是這有一個好處 還有一個什麼 你到營區很多地方是 沒有椅子 沒有沙發 可以做的 像我比較刻苦 對 我帶的東西也比較少 這個反過來就是 一個 什麼 扛霸子的位置 有沒有 只有扛煮可以用 你屁股都燒起來了 飛河山十三太保 大胃 可以大一點 好 可以把火開大一點 後面大一點 要往後面開 有 它一點點小小焦焦的出來 不錯耶 轉大一點 把火轉大一點就好了 會噴了嗎 不會 還會噴嗎 它往上才會噴 這樣不會噴 有聽到聲音 有 有 這是一個客難的方式 這是一個客難的方式 這是一個方便的方式 你看我旁邊的路有這些好東西 其實稍微 就會有一點脆脆了 對 今天就有一點脆脆的 有香味了 然後下一步 我今天的罐頭這個是 鱈魚肝 鱈魚肝 這樣淋上去喔 魚油 Juicy 其實應該滿健康的 對啊 如果你選擇這個食材 我們用鐵鍋 讓它炙燒一下 那這就把它魚片放上去 對 那也可以用一種比較 豪邁一點的方法 對 直接放在嘴巴 沒有沒有沒有 對 用磨的 喔 讚 對 這樣你走過去看 你也不覺得它是罐頭的感覺 對 好好奇吃起來怎麼樣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來看看 同時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是親子露營的話 也有私房景點喔 馬上回來 各位觀眾朋友 熱烈的掌聲歡迎 這個菜鳥陸友 為大家當一個萬人迷 沒有掌聲 沒有掌聲沒得去 來 艾莉可品嘗一下 剛剛Victor呢 把那個活體芝麻葉放上去了 然後呢 謝謝 也把那個魚也放上去了 嗯 好 謝謝 番茄 然後還有他剛剛說的 謝謝 已經在事前先準備好的 真的 已經在事 那你沒可能自己品嘗 好 好 OK 大家可以嘗一下喔 我也是要多拿一個芝麻葉的 我喜歡芝麻葉 喔 好香喔 真的很香很香耶 而且準備起來沒有很難嘛 就是等於我們到營地 大概 花個 大概 15分鐘左右可以做好的 對 對 我今天學到一招耶 以前這個鱈魚乾喔 這個油我都是倒掉 對 因為涼拌是不用油的 沒想到它配在麵包裡 那麼好用 而且其實我覺得 這個油很多好處 你如果有這個油的話 你試並 你就不用帶另外一瓶油 其實這也是因為有一次 我就忘記帶東西 因為如果你真的會 少帶東西 對 那你就就地取材 把這個油 它這個油通常呢 它是用葵花油或植物油的東西 在裡面 對 對 放在裡面 因為這種植物油 或者是葵花油 它都裡面沒有什麼蛋白質 它比較不會容易氧化 對 然後所以說 當然泡在裡面 它或多或少有 這個 魚肉味道 然後如果今天呢 你想要讓它更有滋味呢 你也可以把罐頭打開來 開一點點就好 你放在 鍋子上面 熱 加熱 那罐頭拿上去熱 對 沒錯 口鐵其實 是可以 它可以直接這樣 對 那我順便分享一下 像 大人可能都會帶啤酒 啤酒你把那個罐子給 用那個 打開來之後 你可以裡面放燒酒蝦 放在那個 燒火台裡面煮 裡面加啤酒 加啤酒 啤酒蝦 啤酒蝦 那當然你就煮完之後 那個啤酒加熱之後 在碗裡面 這種天氣冷的時候 是真的是 很棒 這很容易就變成 營區裡面的萬人迷 接下來我們要看 如果是帶小朋友出去的話 親子露營也有些 要注意的地方 比方說像這種主題式的 親子露營 好像你們也有參與過對不對 現在其實台灣的營區 因為親子露營導向 所以他就會準備很多的沙坑 準備溜滑梯 甚至於夏天還有那個 那種滑水道游泳池 那這些就是為了要做這個 所謂的親子露營的市場 所以特地幫他們say這樣子 而且親子露營有個好處 就是一群人都帶小孩 只有大的小孩會帶小的小孩 對 基本上只要一個家長輪班就好 就看著這一群人 他們這一群人就互相帶互相玩 不認識的也別認識的 所以其他家長就可以休息 或者是可以做別的事情 所以這是露營的一個好處 那露營其實下午 就像除了我們剛剛在準備 這些小食子 再來就是擺一些那個叫做桌遊 甚至於說周圍有一些健康步道 有一些爬山什麼的 就可以去走一走 對這樣才不會說 你來了只是在這個營區 你只認識這個營區 而不是營區周圍還有很多漂亮的風景 你看不到 對 像那時候他們就一群小孩去抓炸萌 有些小蟲子什麼的 那就是說最後要回去的 就把他們放回自然 可是在過程中你去認識他 小朋友就會覺得很好玩 有意義一點 那有時候有些家長 會帶一些厲害的秘密武器 像我看過有帶的那個 像是電子感應的 是穿在身上的那個小盔甲 然後槍就對他 然後看誰最先被打敗 對也是很好玩的 還有什麼NRF槍啊什麼 那好多 對 一秒鐘就可以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對不對 Eddie哥有個東西是大朋友小朋友 都會被吸引的 這個東西我很想買 你帶去露營喔 這個是台灣精品 台灣做的 這是個小型的投影機 然後呢 它可以在小的面積做投放 例如帳篷內 可以投帳篷內 或者是我們小朋友 你知道通常都不太 不是很快到處跑 晚上集合的時候 先來看一下影片 就可以放這個 小朋友喜歡的影片 他們都做一拍 這個是集合式的做法 那小朋友要早一點睡 那大人就可以準備 大人的片子就可以 我們可以看一些傳記 或者是看一些郵寄之類的 或者是你訊號好 其實可以接YouTube 所以如果當天用iPhone拍 小朋友在玩 然後可以快剪影片 也可以 因為iPhone有內建的嘛 剪成影片之後就直接說 小朋友吃飯了 叫半天叫不來 直接play 小朋友就過來了 就會過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方便的道具 然後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用到 幾秒鐘就可以抓住小朋友目光 那Victor你如果去親子露營 你會準備什麼東西 怎麼樣吸引小朋友 殺時間 你知道如果你到一些三連 都一定會有竹子 如果沒有竹子 我們就事先準備 竹筷子也可以 烤棉花糖 小朋友會瘋狂 對 這個烤棉花糖 對 我自己露營來說 我喜歡帶木材 就像前面這個木材 對 那我覺得木材其實它是一個 我覺得人很原始 就是一種本能 你看著火 它其實真的是很療癒 然後時間就這樣子凝結了 我這個可以送 可以可以 但是貴重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你們看著木材 會覺得很enjoy 然後一直看著它 火 那 還有一點就是 我會帶氣化燈 我喜歡 比較是不插電的露營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今天有帶像柴火 或者是氣化燈 它其實就像蠟燭一樣 LED沒有辦法製造那個蠟燭 點蠟燭的那種氛圍 所以我會帶這 木材還有這個 還有就是筆記型電腦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 看著什麼 影片之類的 覺得是 還有帶酒啊這樣子 就是變得很relax的 半度假的感覺 對 也可以順便處理一下公司的事情 或看看現在大家幹嘛 滑一下臉書打一下卡 就帶筆電上去對不對 那時間規劃也會很重要對不對 總是固定時間 要把小孩趕去睡啊 對 不然你很多事想做也沒辦法做 你這問我就很尷尬 可是我 我露營 我一定會帶一些東西 像我看到落葉就會 掉眼淚的感傷的人 所以我一定是帶本書去看 你帶書去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最近我看的書還不錯的 叫做樂透大解密 你現在是要牽牌是不是 你在露營的時候 看樂透大解密幹嘛 然後看一看 然後眼淚又 就樸素素的掉下來 就看到鈔票一直在飛走 這次不是飛落葉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喜歡的是大自然 我跟Victor比較像 就是說我不喜歡電 我既然要出去 我甚至連手機都不帶 所以都沒有什麼拍照的那個紀錄 真的喔 對我喜歡大自然 就在大自然裡面 很舒服的去享受這些東西 所以 放火 放火真的很美妙 你知道 那火在燒的時候 就像異教徒的歡呼聲 真的 你懂你懂 對 所以我說喜歡大自然 應該從小開始 所以你說小朋友去放這些電子 家裡就可以了 我這邊補充兩個 就是剛剛Victor有提到這個 有靈感了是不是 沒有就是燈 這個企劃燈 其實是露營玩家另外一個重點 真的嗎 大家投資不同的燈 買不同稀有的燈 燈型燈一樣 甚至有人找老燈 老的露營燈 都是收藏家 古董燈 對 那是另外一個 那是另外一個 很大的一個坑 他發出會心的一笑 你不知道家裡收了多少燈 燈還好 燈還好 然後呢 第二個是這個 什麼叫焚火台 為什麼有焚火台 一般我們在戶外 就是石頭堆一堆 就開始燒 但是因為這個高度的問題 它其實比較低 第二個它在地上燒 其實有一點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對沒錯 所以現在新的有 叫做焚火台 就是它有一個鐵架 把這個材或者是炭把它堆高以後 第一個跟你距離比較近 你的取暖的高度比較方便 第二個它比較不破壞環境 沒錯 你可以簡單的東西都在設個焚火台 它會不會灰燼以後 你再處理灰燼就好 所以這個是焚火台的功用 然後小弟不踩我 我有一個桌上型的焚火台 我今天沒開來 實在就是桌上這麼大 小的這種 對 那就是 跟這個投影機差不多大 走開 這也是桌上型的 這沒有鬧來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很精巧 很有趣的東西 一樣就是看著火 然後你會有一點 你知道就是內心的這個 天津感 落葉下來眼淚掉 不然芝麻葉借一下 我剛剛想到一個 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焚火台 像我在用的時候 我會把剩餘的木頭呢 我會分成兩部分 一個就像 就是放到底下 底下的墊高 另外一個就是 把這個木材放在那個爐的 像我剛剛手套底下這邊 它可以有除溼的作用 因為通常木頭 如果你發現它很多煙 水 那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去 要享受不同氛圍的話 你的交通工具要選得好 像乃哥 可能騎重機去露營 對不對 那Eddie哥可能是開車去露營 交通工具 我怎麼選會比較好 第一個一樣 就是先看營地的環境 跟路程 大部分營地的營地主 都會知道說 什麼樣的車上來比較OK 你可以問他建議 房車行不行 是不是一定要四輪傳動 還有季節天候 會不會滑 路上也沒有泥巴 這個大概你跟露營的 這個露營的營地的主人問 大概都會知道 那基本上 它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做多少人 再多少東西 放得下放不下 這個跟這個你外出的旅遊的經驗 也很類似 還有你怎麼打包 就是會厲害的打包 可以一家五口 後面再塞的帳篷 滿滿的 Camry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就一台 Camry 一家五口去露營 也是非常的 只是你這個收納整理 還有東西在打包的時候 都一定要很有這個巧思跟智慧 對 所以其實是都能做得到 只是看你方不方便 即使是房車也可以 即使是重機二輪也可以 那看你要去哪個地方對不對 其實嚴格說起來 現在露營大概分幾個類型 像是登山 有人直接登山 然後騎機車開汽車 就是好幾種類型 Shack哥你都體驗過嗎 我就登山 登山有 去爬河灣山 然後開車 露營車跟機車還沒有適到 對 還在想要看要出國 然後去租那個露營車 我一直在笑熟這件事情 對 像日本北海道 或甚至於現在很流行 紐西蘭 然後還有甚至歐美 對 不過日本是一個比較近的 對 而且它的露營車的規範 我們的小客製介紹可以開 第二個這個速度不太快 因為他們的環境中 大家沒有開太快 是 歐美開比較快 這個是比較危險 所以說一開始的這個 露營車的露營 我覺得日本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我現在納悶 如果我是在台灣 那我第一次露營的話 我到底是要自己開自己原本的車 還是說去租一台人家改造好的車 或者是我就去用露營車來露營 這個選項因為很多 所以你會不會建議第一次露營 用哪一種會比較簡單一點 第一次露營應該是說 你找到什麼樣的伴 跟著什麼樣的有經驗的朋友 你可以聽他們的建議 當然你這個所謂的 我們環境最好的就是 你開這個所謂的露營 專門的露營車去露營 那個等級一定最高 睡得最舒服 環境最好 那個也是降低這個 如果你的另一半不喜歡露營的時候 你做的一個好的選擇 那他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是一個便利乾淨的環境 然後他這個露營那時候算會 這租金可能貴一點 但是你會給他跟家人一個好的開始 那也是讓他們去接近這個 所謂比較不方便中的方便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應該說跟家裡的 持續漸進 持續漸進 對 這是一個好的誘因 對 乃哥都是騎機車的 對 可是像剛剛你說到登山什麼的 我有想到我好像沒有登山 可是剛剛因為Eddie有講到說小時候 小時候就是同軍的時候 還有一些救國團的這個活動的時候 魯拉拉跟青橄欖嗎 你少了 我年輕我不知道 參加這些活動的時候 都會用露營的方式 那時候是劍走 這種東西 真正爬山我覺得 我不算是 我不能算是 有這個 但其他的我都講 剛剛講的 就是日本到北海道租這個露營車 我有租過 而且我那時候租很便宜 平均一天 大概五千多塊台幣而已 因為它有分車子的大小 含保險嗎 不含 我只是說單純租車 那當然我知道 大家到日本租車 保險要飽滿 所以大概要個兩千多 台幣一天 七千 對 七千了 然後棉被枕頭要租 大概三千 這另外租的 對 它只有租露營車 那就一萬塊了 差不多一萬塊 但是你要想喔 你的交通工具解決了 你住的地方解決了 對 而且你還不用走太遠 到你要去的地方的附近 你就可以住 然後你知道 在這個自走式露營車 不是拖車式的 自走式的露營車 它有兩種 一種是像我們台灣的這種 小發財的體積的這種 這種裡面呢 大概就是沒有那個 只有一個臥床 跟桌子椅子 它不會有廁所或烹調的器具 那另外一種就是像我們的 三噸半的這種大小 它就有 這種就會稍微 這很方便 對 就很方便 那我租的就是三噸半的這一種 你這樣划得來 一萬塊什麼都有 沒錯 可是我記得沒錯 就是這幾年有漲價 就被你們這種人炒起來 什麼哪種人 你們是哪裡 沒資格玩是不是 我剛玩這個的時候 你知道北海道其實很大 人煙很稀少 所以你在走 不管高速公路 或一般道路的時候 其實開露營車 不會有壓力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這種 人煙稀少的地方 試著開這種比較大的露營車 然後第二是它露營的場地 像國外有很多露營的場地 像這個日本是不需要 它這到處其實都可以停 很方便 對 又方便 然後又什麼東西 一應俱全 你也不用再花額外的功夫 時間跟金錢 那回到台灣呢 休息一下回來看看 這麼冷的天 有些地方還蠻適合露營 等一下有私房的露營經典 大公開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露營新手 哪個營地最適合你呢 我們聽聽看這些 常常在露營的路由 我們怎麼分享 Jack 私房景點 來分享一下 我要分享的是 在冬奧的陸進冬月 那為什麼它適合新手 第一個就是說 它離市區很近 大概開車五分鐘吧 那有便利商店 有餐廳 甚至於旁邊還有粉鳥淋漁港 你要去買海鮮 都不用帶了 那它現場 很老啊 上去烤 對 那它現場有提供的是 它有生皮酒機 所以你連酒也不用帶 然後它也有餐 餐點 你可以跟它預訂 預先訂 對 預先訂餐點 然後加上它現場還有什麼 那個叫做多地型沙灘車 ATV 對ATV 它可以帶你出去 到漁港邊 到沙灘邊 去走一些 off road的那種小行程 對 然後它還有高空滑鎖 然後它還有游泳池 什麼都有 那你如果今天 連帳篷都不想搭 先跟它訂好 它也有幫你搭好帳篷 這是根本就不用新手啦 根本就是什麼經驗都沒有 它其實就是 東西都有 加上有一個很漂亮的大草皮 所以離台北 對 講實在 我們這樣開過去 經蘇花改下去 大概 不塞車的話 應該四十分鐘 五十分鐘 其實就到了 這麼近喔 對 等於到宜蘭 再遠一點點的意思 對 你就是上面一直下去 其實就到了 對 這個地方就可以考慮 我相信這營地 應該不好訂位置吧 是 現在應該要訂二零 今年 二零二嗎 今年好像開始開放夏天 最近才開始 哇賽 那真的是很搶手 趕快去booking好不好 看到節目立刻booking 那Victor 你有沒有 怎麼建議 我分享兩個 一個是新手 很適合的 也是在 在 東奧再過去 那山那谷 我喜歡 對 那 剛剛 剛剛那個 Jack講的 它大部分都有 那附近也有一個漁港 那它到五點 四點五點的時候 它漁港來 你可以用生魚片等等 然後漁港旁邊有那個海鮮餐廳 非常的新鮮 便宜又大碗 然後那 那山那谷它有搭收服務 然後最近有露營車 對 適合你的露營車 喜歡喜歡 然後它有 很有名的 全台灣大概只有一兩個地方 有天然的那個飄飄河 對 那它就是在一個那種大的 像甜甜圈一樣 卡車內胎 然後它有教練 非常的安全 然後呢 不會游泳的人都可以 因為水只有這麼深 這我最常去的 我自己心目中 最喜歡的營地 因為有財 就是剛剛你們看到 你可以看著財發呆好 一個小時 那如果有下雨 你就會看到 很棒的那個雲海 如果今天沒下雨 那星星大到 你可能會壓到頭 對 哇塞好棒喔 對 那接下來張仔廷說 它那是最強的 就此生必去的 要這麼誇張嗎 因為說新手 所以我介紹的這個 一定適合新手 因為它新的 蛤 一樣是新開的 人家清醒完就落淚了 其實它叫叢林秘境 叢林秘境 它在叢德 花蓮叢德 你要想要 你們剛剛說的東西 它前面是太平洋 右邊是這一個 太魯閣的這個出海 利物溪出海口 很大很寬的河口 然後左邊是清水斷崖 後面就是這個中央山脈 太魯閣 所以它還有什麼呢 譬如說剛剛說的 高空滑溯對不對 它是有飛行傘 你剛剛說飄飄河對不對 它有立獎 獨木舟 滑到清水 就是它們剛剛那是小規模 這是大規模的 對 然後剛剛說大草原對不對 那邊是個牧場 我走道都會哭 怎麼走都沒有盡頭 但是剛剛有說到ATV 那ATV它比較特別是 它可以玩海 對 海邊嘛 海邊是石頭路 但是你可以往裡面 往蟲裡走 還有Key一個 我自己玩了一次 然後我都會覺得說 這還蠻適合這種所謂的 對初階者的越野 是有挑戰性的 那剛剛說到魚 生魚片對不對 其實大家不知道 叢林旁邊是補齊魚的地方 旁邊就有加工廠 也就是說你很搭耗的是 它直接送到你前面 很搭耗還做好 加工給你 當你切好都可以送過來 所以那個地方是很厲害的地方 但是我剛剛說它的地理位置 你就可以知道是怎樣 花蓮叫回蘭 所以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是以前這個 中央山脈的金沙 是往這邊流 所以回蘭 是一個回旋的海流 回蘭 所以那一塊崇德 崇德秘境 是以前採金沙的地方 你現在往下挖 其實還有 只是量太少 看那個星星 看完之後 隔天日出 是從海裡出來 好美喔 對 你可以看到夏天的日出 跟冬天不一樣 冬天是雲海中間冒出來 紅色的太陽 夏天是一顆圓圓的太陽 從海平面突然冒出來 那個蛋黃這樣慢慢起來 對 這個跟日落完全不一樣 然後一樣 那個剛剛說到的星星 花蓮一直都是這一個 我們空氣品質最好的地方 有沒有 你躺在那邊看星星 你知道 淚水都不會掉出來 就一直在眼中裡打轉 但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最重要的喔 它沒有蚊子 而且你聽不到鳥叫聲 這是最特別的一句 欸 為什麼 我去那麼多海邊 哪來的鳥啊 你知道嗎 你去山裡面喔 晚上有時候會被蟲叫到睡不著 青蛙 癩蛤蟆一直叫 還有隔壁小孩叫 它這邊沒有 就是說完全一個空曠 只有張乃婷在叫 所以你很少會早上被鳥叫聲吵著 但是你會自己起來 為了看日出 剛剛講的露營車它也有 露營車的景色 各位跨界小音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趕快幫我們留言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的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也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要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 多多幫我們開啟小鈴鐺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接收到最新的公司 多多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 開啟小鈴鐺